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紅色的其實是什麼 紅色的我們就會說到這邊它會表現出來 對不對 它會顯現出來 所以就用了這個字 那Axon DxO有一點外面的味道 對不對 什麼外面的味道 就是外的字根 我們就說Axocytosis是外吐 味道包子都用 Axoskeleton就是外骨骼 對不對 Axos是外的意思 但是是不是有人可以把它理解成Express 有點像表現的那種感覺 所以有的版本會把它翻成表現字 但是我們的版本是翻成外顯字是不是 是不是外顯字 然後接下來這個卡在中間的白色的12345 它後來會被剪掉 所以就被叫做什麼 就叫做這個 這個會不會對你們來說哪一句 你們有聽過intra這個字根嗎 intra M-E-R-A 有一點inner那種感覺 在什麼什麼世界 在什麼什麼之內 所以它叫intra intra 所以課本就把它翻成 我們會叫內韓子還是內X字 內韓子 有的版本叫內X字 好 那om結尾表示一種基本的元件 om結尾表示一種基本的元件 例如說mion就是禮子 對不對 然後它有nion kation 代表印尼子 氧密尺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還有這個 我們後面會講到的那個密碼 密碼子 也是一個on結尾的字 然後另外on結尾我剛剛沒有說 表示一個基本構造 所以例如說像腎臟的基本構造 叫腎圓 就是nephron 也是一個on結尾 然後nephron 我卻聽起來很像什麼nylon kathron 什麼野芙龍 滴龍 那那個叫什麼nephron 蓋芙龍 就沒有啦 那是腎圓 腎圓 然後neuron 神經圓 所以on結尾表示基本材位 通常會翻成什麼字 或者是翻成什麼圓 此是一種競稱 對不對 例如說孔子 孔子 圓子 禮子 老子 莊子 是不是 枝子 不亂講 我中間卡了幾個東西 那些人就不是東西嗎